谁一手导演了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 持续时间长 参与人员多 绝大多数重要人物都悉数登场 是西游记中最重要的大事件 那这场战役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到底是谁一手导演了大闹天宫呢 看过西游记原著的同学都知道 金箍办的制造商是太上老君 是他光着膀子在八卦炉旁灰锤敲打了好几天 才鼓倒出来的一款兵器 那很多同学还知道 孙悟空并不是金箍棒的初恋 他还有一个前任叫大宇 但是大宇似乎对他并不感冒 只是用来测量江海深浅 用完之后随手一扔扔进东海就不管不问 孙悟空菩提技巧毕业后 差点被隔壁混世魔王夺走老巢 这让他意识到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于是痛下决心到处找兵器 这个时候老猴子告诉他说 咱们水连洞下面有一条暗道直通东海 老龙王居火库里有的是兵器 不如去借 但孙悟空喜出望外 蹬着共享单车直奔东海而去 那东海龙王一看 咦村霸来了 立刻莫名的紧张 知道不给点啥东西是打发不走的 于是他让部下拿一些平时不用搁着生肖的东西给猴子 哪知道孙悟空是一点也不含糊 全部给搬弯了 正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龙女龙婆把他拉到后屋出了一个搜主意 说大雨汁水时留下的定海神针铁 不如让猴子去试一下 那龙王说那么重 他怎么能拿得动呢 龙婆说拿不动那就不关我们的事咯 老龙王一计而行让孙悟空前去观看 没想到金箍棒一见到孙悟空的就像是宠物见了主人一样 马上变戏变小躺在了他脚下 这样屌丝孙悟空从此就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兵器 总结一下 孙悟空寻找金箍棒的过程 大雨完全就是一个中介商 还像孙悟空一样不赚差价 那龙女龙婆就是猴子请兰的逗逼 专业抠王一百年 拱手把宝贝让给了孙悟空 其实金箍棒从一开始就是太上老君为孙悟空打造的私人武器 太上老君在棒子里植入了孙悟空的识别码 大雨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网红之一 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其先进世纪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当年洪水肆虐 姚帝安排滚去治水 滚采取驻河堤的办法治理 可是9年过去了 河堤是人越驻越高 洪灾却是人越来越大 最后顺地将它处死 让大雨子成复业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使命 大家可想而知 大雨背负着多么大的压力 他不进家门既是保护了妻儿 也是为了全家的命运在拼搏 提下了一个男人的应有的担当 后来大雨采取输的办法 终于将洪水制住了 也赢得了顺的知识和群众爱戴 顺在位33年时正式把天子位善让给雨 17年以后顺在南巡中逝世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三年治丧结束以后呢 雨却必居下地的一个小易扬城 主动将地位呢 让给了顺的儿子商君啊 然而呢 天下诸侯都认大雨而不认商君 为了国家稳定 在诸侯的拥戴下呢 雨正式继王位 国号为夏 大雨呢 也成为夏朝 开国君王 大雨在治水过程中呢 由于常年在外奔波 因此呢 对各地的地形 习俗物产呢 等了如指掌 登上王位后 他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 并铸造了九大顶 即秦州顶 衍州顶 青州顶 徐州顶 扬州顶 扬州顶 京州顶 玉州顶 梁州顶和雍州顶啊 顶上呢 住着各州的山川名物 齐秦异寿 九顶象征着九州 这一显示 夏王大雨成了华夏九州之主 天下从此一统 苏武功大闹天空的时候 太上老君只要把金刚卓往下一扔 套走武动的金箍棒 猴子的战斗力啊 立刻狂降一贯点 马上就会束手就擒 但是呢 老君笑看十万天兵 被揍的是屁鬼尿流啊 也仅仅是扔下去 敲了猴子的头 然后啊 让二郎神把他给绑了 苏武功刀砍为批都弄不死 老君从玉帝手里把他要过去啊 放在了八卦炉里 用文武火烧烤 丢进去之前呢 还把他勒骨上的勾刀给取了 却留着金箍棒不动 导致七七四十九天后呢 孙悟空从炉子里跳出来 直接抱走 提了菜刀 不 是金箍棒啊 从兜率弓打到灵箫殿 这说明什么 从头到尾 老君呢 都是在众罗猴子作恶 那老君为何这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看 孙悟空为什么大闹天空啊 一是抢了龙公的金箍棒啊 这是老君设的局 二是划了地府的生死簿 三百四十二岁啊 是诱音 是道教安排的 三是昭安啊 让他当毕马温 这是太白金星干的 太白金星是老君的弟子 可见呢 孙悟空大闹天空啊 处处都有老君的身影 所以呢 老君精心培养孙悟空的目的 就是到天空搅局 太上老君名列三清 也算德高望重 那为何要跟玉帝过不去呢 太上老君住在 天上三十三重天 虽是道祖天庭的高级顾问 但也仅仅是顾问 手中啊 并无实权 还得天天干炼丹 打铁等粗活 如来 把所有公压在五行山下 玉帝叫他在三清去感谢老儒啊 他就不得不去 如来的佛教 如雨后春春般蓬勃发展 给老君以强烈的危机感啊 那作为道祖呢 老君看到天上神仙 好多人都在混日子 天天不干正事 而且呢 神仙们呢 寿命都很长 站到位置啊 就干到天荒地老 因此呢 他必须找一个 夏季的人来搅局 啊 内部的人不合适啊 给天庭呢 悄悄警钟 比如 葵木郎就不好好上班 与披香店侍女 眉来眼去 最后啊 还双双私奔 李天王 名为卫树区总司令 却经常听如来的使唤 大儿子金渣 在如来跟前当护法 也就是贴身保镖 这大儿子可不是一般的保安啊 而是说得上话的啊 贴心豆瓣 从降服牛蒙王 我们就可以看出 如来不找其他人 偏偏把他们父子找去 然后呢 让他们给玉帝传话 这关系啊 绝对不一般 二儿子木渣 在观音身边当秘书 观音几次出差 带的都是他 三儿子哪渣 在自己身边当大将 保卫守护的是玉帝 无底洞老鼠精 来自如来身边 号称半截观音 他偷莲花宝竹 众人要杀死他 却被如来保护下来了 李静却收他为干女儿 这李静啊 不仅佛家有人 道家有人 妖界还有人 他是从陈堂观圣天的 在地上 还有根深蒂固的关系 可见李静不是最牛的居士家 而是人最厉害的外交家 可以这样说 无论是佛 道 妖之中 哪家营 李氏家族啊 都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哎哟里妈 你这边依然能杀死他 我adım会去 你这边有很多这边 还带我像玉帝 我都会败 这边有很多这边 我现在带你潮 唐人 那边就会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